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接 你不可以接 你不能接 女公子在练字呢 你不能接 龙少生 我可真是小吃了你啊 你既星期深沉至此 你假意帮我 无非是想麻痹我 继续留在主宅 你甚至不惜 诋毁你的生母啊 这就怪了 二叔母是为了陈家子嗣 不肯搬离主屋 而我是为了家母 咱俩 你上方 我答题 为何纸子怪我一人 我知道你这些牛怀恨在心 才故意使劲来离间我们二方 是博命你二叔搬去新宅 却单留我一人在此 这定是你们母女搅缩的 二叔父腿脚不利于行 阿父想着新宅扩大 家居可摆放得空旷些 以免二叔父刻着碰着 那是好心 你少狡辩 我历世不身处子嗣 绝不搬离 可现在你们将你二叔搬去的 新宅子 我一个人 我跟谁胜缺我 自古都是母鸡生蛋 公鸡四肠 女人生孩子 要不男人有何用 你说谁是鸡啊 那男人和 我 我跟你个才积极的丫头 我说不清楚 你也别得意 你跟你阿母无非是命好 有旭伯丽的功劳傍身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若是命好 怎会在墙包里就被留下 自小就无双亲必有 我若是命好 又怎会被二叔母 丢在乡下庄子里 病的人事不知 险些丧命 二叔母觉得我阿母命好 无非是因为阿父身体康健 二叔却胜有残疾 可这些年 二叔对二叔母 也是事事为你侍从 你怎就不知知足二子 为我侍从 那是他没本事他窝囊 若非他窝囊至此 无法担起这一家之主 我又何至于在此 受你和你阿母的嫌弃 那 就成了一个瘸子 你叫你们成家把他当宝 仲夫人金当着女公子的面 如此熟了仲老爷 你难道没看出来吗 她是被鸟鸟激将的 口不择言了 女君是说 女王子是故意的 带锦鸣舞弊去主屋 睡吧 诚诚 你也算个男人 看着你妻子受此耻辱 你竟一言不发 不如 不如我将我这裙袍给你 你穿出去给你的兄长们 瞧瞧可好啊 读书不成 做官不能还是个脖子 你还能做什么 你还能做什么 我怎么那么没够 我就成了 你这么个弄性的 够了 你若犯犯不平 大客一回客家去 兄长 会多与你敬意 你 休想 我家是 你成家困恶交戒 陷下雄长飞黄腾达了 你竟想气了我 休想 你若早前叫我回娘家去 我倒就没有气氛大队了 怎么 你这当了一辈子软骨头的窝囊肺 世博得胜归来 你都长了猫子蛋了 你敢跟我叮嘴 我干死你 你想不过要想 你这窝囊肺 你真知道 住手 放下 放下 师父 林聪 将军寻了谈好酒 想与二叔好好喝几杯 你陪着一起去吧 是 我 清聪姑娘 你不用扶我 我自己可以走 吕军的命令 清聪不敢违抗 还请众老爷 莫要为难我 给我撒开 给我撒开 肖元一 你敢打我 今天我不光要打你 还要修了你 休想 当初成家穷困 全靠我们葛家 那要如何 如今成家是大葛家是弱 我想打你便打你 想修你便修你 你又能把我怎样 你看 我阿父 对成家有恩 什么恩 资助粮草吗 县里乡里哪家大户 不曾献过 我们护卫乡里周全 使得众乡亲 不至沦落 刀枪战火之中 保全了多少何家性命 不就出些粮草财博吗 也算是恩德 你给我住个 你这个三心二意愚蠢不堪的夫人 也就是二弟仁后才容你至今 你以为都是你的公王 他怕你吗 我们三日之后就搬家 你就乖乖地在此地 等着葛家来接你吧 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你竟要通知我娘家修了火 你不是几次想改嫁都嫁不成吗 我不过是助你一臂之力而已 我知道你这么对我 无非是要为你女儿报仇 可我并未加害过她 是她自己不争气 你恨错人了 我萧元一从不轻易恨人 也绝不会恨错人 你既恨用心日劳心拙 我又怎会不管不查放纵了你 你所做的一切 我都清清楚楚 你这十几年 对鸟鸟做的事 我全都知道 那你又能拿我如何 大不了我带着泱泱回娘家去 想得美 泱泱现在是成家子 自然就是成家的人 但你得走 我需让你知道 当年你假托老神仙之名 逼我抛下鸟鸟式 是 我心里的滋味 是位小公子 是 郡姑 可是让老神仙说准了 郡姑千万记住了 老神仙可说了 须得留下此胎孩儿 方能保郡姑安稳度过此劫 不能忘 不忘 不忘 相胡舒适的话 你也敢往阿母面前递啊 你安的什么心 旭伯出征在即 不舍得孩儿也是人之常情 正好了 四父新神产 身子虚弱 不弱 让四父和小公子一起留下来 这样一来 四父既可照顾了孩儿 又能应了老神仙的话 让郡姑安稳地度过此难 岂不是两全其美 已经妄想拆散我们夫妻 谁也不会留下 我们一家人死也要在一起 那 那阿母呢 阿母就不是你的家人吗 你就舍得阿母的命吗 老神仙 老神仙 老神仙说了 今天我逢遭雪光之灾 必须留下主屋这胎方能挡煞 你个不孝子 你分明是要我的命吗 我白白地养活了你们兄弟几个呀 老头子阿母活不了了 阿母 我 那分明是江湖术士的谎言 无奇之谈 这老神仙算得可准了 老神仙说 四父定一举得难 岂不是应准了 对 准了 算得准 好 我现在就去宰了他 看他能不能算出自己的一切 将军 将军 刚得军令 孤城为夷 许得将军紧急前去救援 阿母 什么 身上刚下军令 即刻整军 一个是之后出发 出事故城 十元皇后 你走也可以 必须留下这胎孩儿 否则 从我身上宰过去 军公 元姨 军公方才说什么 只有留下孩子 才可替军公党过这一劫 对 对 还需得是这胎的孩儿 对 这胎的 既然如此 那便留下女儿吧 女儿 是龙凤台 女君 还生下了一位女公子 走 走 走 有谁啊 我把女儿留给军公 便是我们夫妇 给军公尽孝了 我带儿子走 将军 或是危急不可耽课 即刻其成 你不要走 我刚才说 要上去了 你看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没有我的命令 你不许出此物半步 是 二叔呢 家主陪着呢 女君放心 多派些人看着葛氏 眼下就要迁居了 别让他坏了我们的黄道正气 女君就放心吧 不是我瞧不起钟夫人 便是现在给他把刀子 他也舍不得自强 家门不信 也不是什么好事 莫要喜行于色 女君说得是 若是他安分些 我自会留下这老宅 与他养老终身 女君如今看来是用不上的 少主公 城中的打铁副都无异啊 唯独这家自董仓馆被捕以来便关了门 外人知道这里地处偏僻生意不好 但我们留意到 每日仍有扑从 给铺子里的人送吃食 但这铺子里的人 却一次也未复 走 是 少主公 少主公 四个 语言 四个 一 一 不 一 二 二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下铁匠 最是尊重朱鲁 不可能任由神像人物 你什么地方 能查到这里 算几个本事 但你想知道的 我一个字都不可以说 我无儿无女 无亲无倦 你还能助我久住不成 我知道你二人开口的手段很多 落在你手里 定是生不如死 所以 他要服毒 你来 是剧毒 救不活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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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的太计时了 正接我们的燃眉之旗 赶快入库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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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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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老太公 岳父大人 小旭对不住你 哪里哪里 是我们亏欠了你呀 我们葛家对不住你 对 羊羊 见过外大夫 舅母 快起来 快起来 我们羊羊长高了 您好看了 师父 羊羊长得这般好 这都是亲家们照顾得好啊 好 羊羊 舅母给你带了好多东西啊 羊羊体弱 二弟的腿脚又不方便 太公年迈了 就别站在这儿了 都赶紧进屋吧 太公 对对对 老太公 请 请请请 赶紧把他给我带回来 走 赶紧把他给我带回来 走 走 我呢 是可怜他年幼丧母 教官过分了 我也知道他有好多 不妥之处 但还是厚着脸皮 把他嫁到了成家呀 苦了大家喽 这些年 诸位是多有包涵 今天 郎夫特前来 太公 赔礼啦 来来来来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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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施步多 施步多 老太公 清醒 清醒 阿妇 阿妇 明明是她成家 对我诸多委屈 混账 女叔 自从你出事 君丘对你是无所不一 何等的爱护 你可经过一日的孝心 日复一日的胡闹惹事 如今君舅 已年届古稀 为了你冒着风雪 连日连夜地赶入 你尚无一丝愧疚之情 你 你简直是 全无心干 太公这般要我等汉衍 像当日我启示 若非太公 粮草相助 焉能 将军 嗅提此事 这只有我女儿这等妇人 才整天把粮草这点事 挂在嘴边 想当日天下大乱哪 像我葛家博有资产 而又无依仗者 那不过是恶郎口中的 一片高于尔啊 亏得将军振臂一呼 我等乡民得以保全 有何可言谢他 不敢当 不敢当 老太公过前了 十几年来 我是久居相利 耳目闭塞呀 原本以为 他随着年岁的增长 他这脾气会慢慢地变好 可是想不到 据来人回报 他非但没有改正 反而是变本加厉 这算苦了你了 我没有教养好自己的女儿 反倒害了你 岳父大人 您别这么说 也有我的不是 原本他 岳父大人 岳父大人 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品性呢 本来做翁婿是最好的缘分 最后反倒害了你 使你稚气消磨 你说我 还有什么脸面再见大家呀 今天 你就先修书一封 我立刻带着这逆战回去 去 不是说葛家人来了吗 老夫人定会写全家宴庆的 怎么纽公子先回来了 人家一家人你弄我弄的 人家一家人你弄我弄的 我去做什么任呢 从前我觉得堂子倒霉 他身这么一个令不清的阿姆 如今才知道 他的命是真的好 舅母这般疼疼 众夫人携三娘子不是二郎 没满周岁就丢给舅母养 这算什么名号啊 获惜福所依 童子若和我一样 在家中长大 定会和二叔母一般 人增鬼业 他如今 在外祖父家长大 葛家人把他当成掌上明珠 都不似我了 大母不疼 阿母不爱 还有个不怀好意的二叔母 教养着 我才是命不好呢 全家人哪有不喜欢你工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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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能自行离开呢 还没给葛太公问安呢 也未免太失礼了 太公又不是来走亲戚的 是来办大事的 我一小辈在旁做什么 看二叔父写修书吗 这些年二叔母可没少折腾我 难道我还要听太公 对我这儿酸辈受对不住 不过今日之事 是我未想周全 今后会改 一定会改的 还是要跟我去给 葛太公和葛舅母健安 免得让人等久了 舅母带我回家吧 我想回家 傻洋洋 成家才是你的家 这里有你的父母 有你的家人 你也只有在成家 才有前程 我不要前程 我要救父救母 阿紫 进来吧 好 妹妹 给舅母问安 给舅母问安 这是鸟鸟吧 这孩子看着就乖巧 来 快坐啊 我们家女叔他 阿紫别再说了 咱们两家比邻而居 有何不清楚 阿紫也没少吃过他的苦 可是后来他嫁入你家 轮到你受苦了 这下他被太公领回去 又得你受罪了 说起来也是我对不住你 杨阳 不要一听到别人 非以你的母亲 你就觉得羞愧 把头低下去 我们受制父母的 不仅仅是你的身体发肤 还有你的品性 如果父母品性得宜 你就好好地学习 跟随 如果父母有所不足 你就引以为戒 记着 你的言行 才是你身上最好的配饰 现在把你的头 抬起来 都说男儿旨在四方 那女娘 难道就能永远依附 父母而活吗 父母做不了你一辈子的靠山 只有你自己心智坚毅 才不去山倒海枯 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像一棵大树般 自立 自强 你呀 以后要学到 大伯母的三四分 就无语了 为何都不喝烙浆啊 就吗 厂上真是我们家烙浆 可好喝的 这鸟鸟可真是懂事啊 阿子还是像当年般心胸宽阔 交出来的泱泱 自言行举止 端庄端厚 哪像我家鸟鸟啊 被格 也不知这一切是否还来得及 这教孩子哪有来不及的 纵使孩儿们七老八十 只要围上阿母的上 有一口气在 就有责任教会她们 我们家鸟鸟呢 我们家鸟鸟呢 虽然人是顿了一点 但盛在她老实听话 希望妹妹以后 千万不要嫌弃她 我从前就喜欢阿子 阿子教出的鸟鸟 我自更心中喜欢 怎会嫌弃 我自尊贵任教会 我自尊贵任教会 这都不担心 的事儿 我自尊贵 oleh宫磚 自尊贵任教会 你得及两无望 之前 我自尊贵任教会 他不担心 我自尊贵任教会 如果你得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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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非是觉得葛舅母说话中听 我喜欢这般性子的人 便就这么做了 阿母为何会这般想我 阿母就是瞧我蒲顺眼 恨不得从最坏处揣夺我 在阿母心中 唐子敦后 我却从不仁善 所以我做任何事情 都是心有算计 若非你平日里行事偏激 阿母也不至于误会你 你若与你唐子一样 寻常柔淑勤勉 旁人想你 自然也就会从好处想 女儿愚笨 谁不来扬扬阿子 可我真是好羡慕她 自小就有葛舅母教养 我从小就没人教 哪里比得上 阿母不必生气 女儿倒有一法子 为了阿母的坑建着想 这次以后 倒也不用一直盯着我 多去看看十全十美的堂子 如此一来 你什么气都生了 无害 在刺头的兵我都能训 不过就是个顽叶女娘 日后 我自有办法 慢慢调教你 陈少商 与其卖力讨好那些 对你早有成见之人 不若所幸 寡秦一些 反正你既无知情可依靠 也无知有可分担 厌你之人 比爱你之人多得多 没了葛事 还会有其他人 不如对自己好些 对他人期待少些 活得才能更自在 可可可 也不如对自己好些 也不如对自己 骂你之人 你得肯定 好 你得肯定 运家母年迈 未能远送 老夫哪有脸面 再让老庆家远送啊 贤侄啊 你从小就好读书 家事故压 你既有心继续求学 此去白鹿山定学有所成 太公错了 时对不住 你呢不要自愧残肢 也不要自愧年长 古雷多少圣贤一把年纪了 才有成就 咱比不了圣贤的成就 但是比比尽头总可以吧 待到以后你学有所成 返回故乡 一定要办一间学社 不论贫富 只要他肯读书咱们就教 到那时也不忘老夫一片苦心的 成太公所愿 成成定无复所 好 阿父 阿父只管安心去读书 家中在乌 遥遥会学着打理 你阿母回阁家 阿父也要远行啊 我从此便不能 体贴照顾你 张嫂 杨杨姓子伦 身边婢女虽然都是使唤惯的 但我依然是放心不下 所以还望 张兄张嫂能够堪顾一眼 只要我去白鲁书院 安心读书 二弟放心 我定会如亲生子女一样 教会养育的 定不让杨杨受半点委屈 杨杨 以后遇到事 多跟你大伯母商议 你要记着 成家才是你的家 你久不见不见 没有那视频 有提论 对 我做主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